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敦促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落实好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重要成果和共识 不得实施上述法案设划消极财款 中国外交不止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防授权法案 干涉中国内政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大家好 欢迎搭乘时事直空车 凤凰卫视中文台 资讯台 香港台 欧洲台 美洲台 为您环球报道 我是李科夫 我是田同 首先关注头条新闻 中共中央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 博载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 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毛泽东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 为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做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 习近平强调 毛泽东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 留下了勇之后人的崇高精神风范 赢得了全党 全国 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习近平指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是全党 全国 各族人民 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 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敬事业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习近平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 必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 把维护好 实现好 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习近平强调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坚决破除一切制约中国式现代化 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 习近平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 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以党的政治建设 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全面推进党的自我精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习近平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全体中华儿女 和中共计共相胜举 要坚持依法治港之傲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 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傲原则 坚持中央全面管制权 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久而共识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决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 座谈会前 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等 来到毛主席纪念堂 北大厅内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 和五党派爱国人士竞线的花篮 摆放在毛泽东坐向正前方 习近平等向毛泽东坐向三鞠躬 随后来到瞻仰厅 瞻仰了毛泽东的仪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以色列军方和汉马斯武装26号 继续在加沙地带南部激战 乙军表示准备扩大对加沙南部的地面军事行动 巴勒斯坦红星约会表示 位于加沙南部汉尤尼茨的总部 遭乙军炮弹击中 加沙和越旦河西岸多个八人难民营 据报也在遭乙军的袭击 造成多名拼命伤亡 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 乙军同哈马斯激烈交火 乙军称几十架战机 彻底彻夜攻击了加沙南部超过一百个哈马斯的目标 包括多条隧道和军事设施 另外乙军地面部队发现了一个哈马斯设施 战机随即出动空袭 在短短几分钟内 歼灭了十多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汉尤尼斯的民众出席桑礼 与死去的亲友告别 巴勒斯坦红心乐会表示 乙军炮击他们位于当地的总部 当时有数千人在总部避难 造成多人受伤 并于加沙南部地区拉法 有居民楼和难民营遭乙军空袭 造成多人伤亡 部分伤者伤势严重 位于加沙中部的努塞赖特难民营 也遭到空袭 一名婴儿侥幸生还 空袭中24岁的沙姆拉的房子重担 他头部受伤 失去一条腿 性命危在旦夕 他的家人呼吁国际社会协助 让沙姆拉接受更好的治疗 另外在约旦河西岸的 努尔沙姆斯难民营也遭到袭击 乙军出动推土机 无人机和直升机进行包围搜捕 多人被捕 乙军在撤退时 还摧毁了至少三间房屋 而在加沙北部 乙军承认遭到哈马斯顽强抵抗 哈马斯早前也发放视频 称哈马斯人员在加沙北部与乙军交火 打死了多名乙军士兵 哈马斯人员又靠近乙军坦克 并放置炸弹 将坦克炸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高级官员 25号到访加沙中部戴尔拜拉赫的 阿克萨医院 看望在以哈冲突当中的受伤民众 阿克萨医院像阿克萨医院 不完全死亡 因为爆炸和战斗 因为健康系统 没有能够 甚至接近这种困难的状态 这几百多万的状态 每天都会通过这些门的状态 这是一个不接受的状态 在阿克萨医院 除重伤患者外 还有许多遭受节制的民众 他们正处在不同的治疗 和康复阶段 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阿克萨医院已多次遭到轰炸 院内设施受损严重 目前医院提供的治疗十分有限 并且缺乏进行手术的基本设备 此外 由于不间断的轰炸和地面战斗 许多伤者也无法前往 其他人在运作的医院接受救治 凯西表示 加沙现在严重缺乏血管外科医生 这也导致伤者被迫截肢的可能性 大大增加 因为这些医生是进行创伤处理 挽救肢体的最佳人选 阿克萨医院工作人员称 已经目睹了许多遭受截肢的伤者 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对医院来说 随着截肢病例显著增加 后期护理和康复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何时可以为伤者安装一支 仍不得而知 对于阿克萨医院的现状 凯西就表示 医生和护士即便不间断工作 也无法处理源源不断的伤者 而改变这个局面的唯一方法 就是双方停火指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尹哈冲突以来 尽管部分人质获失 但是哈马斯方面仍掌握超过100名人质 人质家属于圣诞节 聚集在以色列国防部外 要求当局立即行动解救人质 而巴勒斯坦支持者 也在美国纽约再度举行大规模集会 要求立即实现加杀停火 遭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家属 25号圣诞节到日 聚集在以色列国防部门口 高举抗议标语 强烈要求以色列当局尽快解救人质 他们一边喊着口号 一边随时准备拦截进入国防部的车辆 一边向安全内阁成员提出诉求 人质家属和支持者在国防部门外 摆放一台时间沙漏 以此表达人质们的时间 已经所剩不多 机会窗口正在缩小 同日美国纽约大批巴勒斯坦支持者 聚集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前 他们裹着铜金 手取巴勒斯坦国旗 表达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 并要求立即实现加杀停火 此外支持者们还特意抬着圣服玛利亚的塑像 并在塑像的脚下放置了果实袋的模型 以及血红色的花瓣 寓意着沾满鲜血 代表正在发生的加杀人道组的灾难 并声援巴勒斯坦人 中华卫斯综合报道 你好 双方在圣诞节期间加大火力 而埃及提出解决冲突新方案 各方是反应冷淡 哈马斯方面表示不会买单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董曼远先生 来跟我们进行分析 董先生你好 我们看到之前呢 哈马斯对于释放人质呢 是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但是这次哈马斯方面是明确拒绝了 为什么他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原因是在于哈马斯 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和最后关头了 上一次与这个以色列方面进行换人 哈马斯他主要争取是多一些停火时间 这样的话呢 可以使他来调整军事部署 收缩军事力量 也就是说把这个力量收缩到加沙南部 但是这一次呀 经过这个以色列呢 连续这么多天的这个地面攻势 哈马斯现在在这个加沙地带北部 现在在那个加沙城的谢贾拉地区和贾巴利耶难民营啊 只剩下两个营的兵力了 这两个营的兵力之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反过来印证 加沙北部地道与南部地道是不相通的 所以他们回不来了 现在呢这个加沙南部地区 以色列正在集中攻击汉尤尼斯 还有这个拉法镇等地 打算是准备看能不能利用一周或两周 换取被扣押人员的交换 这个呢是由于前几天 以色列地面部队误杀三名人质 造成以色列国内这个渲染大波 使这个内塔尼亚湖政府原本已经缓解的人质问题压力 又重新爆发出来 所以呢内塔尼亚湖政府呢 现在有这个政治需要 如果是能在埃及和卡塔尔沃旋下 用一周或者一周多 烹死两周的时间 达成40名人质的这个交换的话 那么对内塔尼亚湖政府缓解人质问题上的压力 有重要意义 但是现在来讲呢 哈马斯由于到了最后关头 他直接把政治要求 把他这个顶到顶了 这个顶到顶就是要求长期的停火 并且解除对加沙的封锁 长期停火等同于给哈马斯一条生路 解除对加沙的封锁 等于只要有物资进入加沙 哈马斯就有办法进行补充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双方的谈判现在遇到严重障碍 如果是说像埃及的三步走方案 说要进行三到四周的停火 恐怕以色列不干 所以以色列现在还是要集中力量 继续对哈马斯的武装力量 给予重创 然后呢 把这个南部地区的哈马斯 参与部队所有的生路都堵死 进入政治破详程序 进而在这个政治破详的过程当中 一并解决人质的交换问题 我的观察呢 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 感谢董先生带来的分析和观察 再来关注英国军方下属的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 26号接到报告称 在野门河台达以西 约93公里处的鸿河海海域 一艘船只在附近发生了两次爆炸 现场据报曾出现过两架无人机 相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据报船上的人员均安全 船只也没有受到影响 暂时没有公布船只国籍等资料 以色列及哈马斯10月7号 爆发冲突以来 野门胡塞武装对以色列 频繁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 并且连接在红海袭击 并据称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 一桌被指和以色列有关联船只 日前在印度西岸的阿拉伯海域 遭无人机袭击 印度媒体25号曝光船体的损毁情况 美方此前指责伊朗发动此次袭击 伊朗外交部25号驳斥 美方指控没有根据 并指美方旨在转移国际社会 对于加沙暴行的关注 针对袭击事件 印度将派遣三艘携带精准制导导弹的驱逐舰 以及海上侦察机 赴阿拉伯海执行威慑任务 综合印度媒体和美国军方消息 这艘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商船 自沙特始发用于运送原油 原定时往印度南部港口 船上搭载20名印度船员 美军方消息称 23号上午10点 这艘商船于印度西海岸城市 韦拉沃尔西南约200千米位置 遭遇无人机袭击 船体爆炸起火损毁严重 部分船体烧成焦炭 据称出现结构性损毁 大火扑灭之后未有人员伤亡 船只由印度海岸警卫队 护送之梦买 次日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 指责伊朗方面派遣无人机 发动此次袭击 另据美方消息 破船实际属于日本 并由冰岛方面运营管理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 25号博斥美方指控 强调美方不全指责他国 凤凰卫视 俄罗斯国防部承认 俄军在克里米亚的一艘 大型登陆舰 26号凌晨 遭到乌军空袭受损 造成最少一死四伤 当地的交通也受到了影响 有部分的街道需要封闭 另外乌克兰公布修订 征兵法律草案 提议降低征兵年龄到25岁 乌克兰空军表示 在当地26号凌晨约2点半 向克里米亚港口城市 菲奥多西亚发射空机制导导弹 摧毁了俄罗斯舰艇 新切尔卡斯克号 网上视频可见 现场伙势非常猛烈 俄罗斯方面就证实 大型登陆近新切尔卡斯克号 在乌军一次突击中受损 俄罗斯国防部就称 在菲奥多西亚驻博点 击退乌军攻击过程中 新切尔卡斯克受损 在双方防空战斗期间 防空系统摧毁了两架乌军飞机 据报国防部长邵一谷 已向总统普京简报相关情况 另一方面 俄军南部军区的空降兵 利用无人机空袭乌军阵地 消灭部分步兵 俄军称有乌军人员逃出 试图躲在武器装备旁边 但最终仍难逃 俄军两台无人机的打击 估算乌军损失约两个步兵班 此外 俄军在巴赫木特 攻占乌军阵地掩体时 发现并击毙乌军多名军人 俄方称 其中两人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雇佣兵 相信在有关地区 有60至70名哥伦比亚雇佣兵 另一方面 乌克兰最高拉达网站 早前公布一项 关于修订部分动员 军事登记和服役相关立法的法律草案 详细说明哪些乌克兰公民 需要进行应征入伍登记 国防部长乌梅罗夫 总结了草案的关键条款 其中就包括将征兵年龄下限 从27岁下调至25岁 除了征兵之外 乌军也面临弹药短缺问题 美国媒体报道 由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援助区域停滞 弹药问题变得更严峻 有在扎波罗热作战的士兵表示 乌军队发射的炮弹数量有限制 目前每天只能向目标发射10到20枚炮弹 相比起过去平均发射50枚 甚至高达90枚大幅减少 金融10枚炮弹根本不足以抵挡俄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一方面 乌克兰纪日前在赫尔松右岸 击落俄军三架苏34战机之后 在25号表示 防空部队在马里乌布尔腹地 再击落一架俄军的苏34战机 有关此前 俄空天军的三架苏34战斗轰炸机 在赫尔松右岸的克雷诺克地区被击落 星期一 乌方右城 有一架俄空天军的苏34 在马里乌布尔被击落 专家们也质疑 乌军的防空系统在乌克兰控制区内 完全有这种距离上的可能性 但是俄罗斯官方也并没有确认 俄罗斯专家认为 俄军失利的重大的原因 这应当是初心大意和清敌 教训也提醒俄罗斯空天军 应当在关键的作战区域内 必须要定期升空使用 图214R型的雷达预警机 以进行电子对抗和预警 马里乌布尔 我们佛华卫视是从2022年的2月25号 进入顿巴斯地区 同时参加了马里乌布尔战役的整个过程的报道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接近快两年了 当然了我们仍然在顿巴斯前线是关注着 特别是在顿巴斯北线南线中线的一些军事态势的发展 星期一 巴赫穆特作战方向 这也是整个顿巴斯前线最热门的战斗地区之一 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在积极攻击伯格丹诺夫卡的中心 俄军在巴赫穆特伊万诺夫斯科耶高速公路上 也占据了有力的阵地 在赫尔松方向 克雷诺克地区的战斗仍然在进行之中 乌军则继续派遣预备队进入到右岸 扎波罗热俄军的方面军报道表示 乌军加强了对拉伯地诺维尔伯沃耶地区的活动 在这个区域防御的俄军的散兵部队 得到了俄军南部军区58集团军 一支特殊的风暴特遣队的资源 正在对维尔伯沃耶发起攻势 俄罗斯专家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巴斯前线的部队 已经接到了命令不准撤退 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目前的接触线 即使是付出了最献心的代价 凤凰卫视卢语光 一万巴拉曼乌兰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 25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欧亚经济联盟十周年峰会 将于2024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 而今年各成员国的经济均有显著增长 当晚在会议期间 各方讨论了过去几年 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成果 和未来合作前景 普京对联盟成员国的经济表现 表示满意 称均实现了稳定增长 普京指出 欧亚经济联盟是具有权威的国际联合体 现已与埃及 阿联酋和印尼等经济体 进行合作谈判 为建立自由贸易区 增加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潜力 从而为联盟经济的发展提供额外动力 会上成员国领导人还签署 经济发展宣言等多份文件 为进一步深化合作指明方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024美国大选临近 国会山报25号发表文章 题为 拜登必须解决这五个关键问题 才能赢得连任 这五个问题分别是 堕胎政策 立法成绩 经济表现 特朗普对民主的威胁 以及美国的全球地位 文章指 保护堕胎权力一直是民主党赢得选举的推动力 拜登推出旨在保护堕胎机会的行政措施 对选民产生很大影响 民主党在肯塔基州州长选举 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选举 以及多州选举中获胜 凸显拜登的堕胎政策 在摇摆州出现积极反响 同样助力 拜登大选的是一系列立法成就 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拜登称赞其为 降低家庭能源账单的经济驱动力 如果堕胎立场和立法 是民主党拉票的推动力 那么经济可能成为短板 拜登及其团队坚称 经济计划已经产生了效果 但这与衰退预测背道而驰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2月初公布的民调显示 只有33%的美国人 认可拜登对经济的处理 此外 文章指出 担忧特朗普对民主构成威胁 成为拜登此次竞选的核心 他频繁强调美国的民主岌岌可危 并称自己因为特朗普参选而参选 拜登的竞选团队甚至对特朗普独裁者的言论 发出极为严厉的警告 企图将特朗普与希特勒联系在一起 而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 则对此不屑一步 在国际影响力方面 拜登及其团队倾向于向世人传递一个信号 即他在世界舞台上提供了稳定可靠的领导力 而特朗普却没有 拜登成功地召集了支持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的国际联盟 并在12月努力争取国会对乌克兰的新支持 此外 拜登政府一边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 一边警告不要无差别的狂轰滥炸 不过以哈冲突拖得越久 民主党分歧愈发凸显 最新民调显示 更多选民相信特朗普可能在以哈问题上做得更好 仅38%的选民赞成拜登处理方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看菲律宾方面 26号表示没有在南海挑起冲突 回应中国此前指责非方侵犯中国领土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近期中非在南海发生的一些事态 完全是菲律宾改变政策立场 违背自身承诺 违背自身承诺 违背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蓄意侵权挑衅 制造事端 责任完全在飞防 中方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我们也希望飞方能够做出理智的抉择 回到通过对话协商 妥处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从中方一道管控好海上局势 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 福岛居民发起30余企集体诉讼 向东电公司和日本政府追责 26号东京高法就其中一项诉讼 作出判决否定核事故国家责任 这起福岛核事故集体诉讼 由47名福岛居民发起 核事故后为避开核污染 他们不得不搬到东京首都圈居住 为此发起诉讼 要求认定东电和日本政府责任 并进行赔偿 周二东京高法作出二审判决 以地人海啸规模超出预想等为由 否定日本政府对核事故负有国家责任 只认定东电负责 命令东电进行赔偿 支持福岛居民司法抗争的民众 聚集在东京高法门前 判决宣布后民众纷纷表示失望 在现场呼喊口号 反对不公正裁决 要求日本政府对核事故负责 在此前的福岛核事故相关诉讼中 法院一致认定东电负有责任 而部分诉讼的一审和二审也认定了国家责任 但是去年日本最高法却做出否定国家责任的统一判断 势必将左右今后相关诉讼对核事故国家责任的裁定 方卫士 虎月 大家再见 日本东京报道 印尼东部一家中资工厂日前发生爆炸 印尼警方26号表示爆炸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8人 其中包括8名中国工员 目前仍有数十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中苏拉维西省警察局长努格罗霍说 24号工厂发生的爆炸威力巨大 摧毁了熔炉并损毁了建筑物的部分侧墙 事发时 当天分别有4名中国工人和9名印尼工人在维修熔炉时 发生爆炸 他们当场身亡 截至26号 又有5人伤众不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6号表示 驻印尼使馆的工作组已经于25号同印尼主管部门的官员抵达园区现场 指导企业开展处置和善后 中方将继续同印尼保持密切沟通 做好善后工作 欢迎回来 近期美国总统拜登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惩罚 法案包含涉华消极条款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6号表示 这份法案干涉中国内政 鼓噪美对台军事支持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美方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涉及台湾地区问题 包含涉华消极内容 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落实美方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停止操弄台湾问题 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该法案渲染中国威胁 打压中国企业 限制中美正常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美方应当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为中美经贸等各领域合作 创造良好环境 我们敦促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落实好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重要成果和共识 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涉华消极条款 如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对于近日美方发布涉疆年度人权报告 对两名中国官员和三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 毛宁在记者会上宣布了反制措施 他还强调 中方对美方行为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并提出严正交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中方将对长期搜集涉疆敏感信息 为美方涉疆非法制裁提供依据的 美国情报数据公司卡龙等一家机构 对卡龙公司调查主任徐猛 前美国高等国防研究中心研究员 尼科尔·莫格雷特等二人采取反制措施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 撤销对中方官员和企业的非法单边制裁 停止实施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等错误法案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奉陪到底 毛宁重申 美方再次炮制三部 涉疆虚假叙事 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 对中方官员和企业实施非法制裁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抹黑中方形象 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中方有关官员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凤凰卫视 杨夕叶博健 北京报道 国家发改委25号公布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 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行动计划提出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研究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资质要求 持股比例 行业准入等限制 清理取消港澳企业在招标投标 政府采购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化待遇 计划提出营造规范辩解的政务环境 逐向明确行政许可条件 审批程序等内容 并向社会公布 统一发布会企政策 建成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和营商环境投诉处理机制 优化设企服务 推动简化版商市登记公正文书 设点改革在大湾区复制推广 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利用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身份认证等信息资源共享互认 计划提出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加强信用信息规及共享公开和适用 强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执法联动协作机制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探索推进大湾区内允许港资澳资企业 就所设争议选择港澳为仲裁地 计划提出营造循环畅通的开放环境 要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组织总部落户大湾区 同时推动大湾区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发挥港澳国际化专业服务优势 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 并实施面向港澳人才的特殊支持措施 加快引进国际高素质人才 要建设大湾区绿色发展示范区 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和产业优势 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 计划提出深入实施湾区通工程 如提升跨境通关便利度 进一步优化通关流程和作业方式 在更多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等人员通关新模式 即实施24小时通关 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港澳非营运私家车 无需配额多次进口案进出广东省 稳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做好债券通知南向通 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 在内地发行金融债券和公司信用类债券 推动跨境便利职业与行业标准共通 优化港澳专业人士在大湾区内地的 指称申报评审机制 在部分领域制定实施推广湾区标准 便利港澳居民来越发展生活 推进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体系建设 探索港澳医疗保障在大湾区内跨境结算 法河医师 曾好报道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粤港澳大湾区三年行动计划中提出 进一步优化通关流程和作业方式 结合实际需要推动更多口岸实行24小时通关 对此香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 陈恒斌就建议了 如果实施相关的计划 可以先在深圳湾口岸以及联堂口岸实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公布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 其中在提升跨境通关便利度方面指出 进一步优化通关流程和作业方式 结合实际需要推动更多口岸实施24小时通关 对此香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 陈恒斌建议 如果实施相关计划 可以先在深圳湾口岸及联堂口岸实行 计划也提出持续推动车辆往来便利 不断完善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 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港澳非营运私家车 无需配额多次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广东手 对此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奥培表示 相关政策如果实施将会极大促进港人在探亲旅游 以及商务方面的便利 李奥朋友建议 澳车北上方面除港珠澳大桥口岸外 可以利用其他口岸供澳车北上 以达至分流的作用 凤凰卫视鲁锡文相关报道 今年前11个月 内地汽车出口量实现58.4%的增幅 尤其中国自主品牌销量式增幅领先 各企业品牌都在努力地开拓海外市场 一期红旗26号在北京与凤凰卫视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表示通过战略合作 要让全球消费者更好了解中国产品 让产品中蕴含的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凤凰卫视与一期红旗26号在北京 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逼结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宣布将切实推动红旗品牌力持续提升 管理团队将不定期地举行交流研讨 开拓创新合作空间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宴政总裁徐薇 在致欢迎词中表示 中国一期是内地汽车工业的开创者 70年来创新布置 红旗是内地高端汽车品牌的引领者 正从国车走向国民车 变得更年轻 更时尚 更科技 我们非常期待通过与中国一期和红旗品牌的战略合作 不仅让全球消费者更好地了解 体验 喜爱 优秀的中国产品和民族品牌 更重要的是让蕴含在其中的东方美学和中华文化 更好地走向世界 一期集团董事长邱宪东表示 红旗承载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民族情感 近年来红旗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到今年已经连续三年 突破年销售30万辆 中华卫视在国际华文媒体 这个领域享有非常好的声音 这个应该说也是我们要走出去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借励的平台 强强联合 优质复补 这个接受攻击的过程中 应该说大家还会共同促进 共同提高 所以必将打开一个战略合作的一个新的局面 也树立品牌传播的一个新标杆 根据中国汽协的统计 今年前11个月 内地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11.1万辆和2693.8万辆 增幅都超过10% 而前11个月 内地汽车出口量达到441.2万辆 同比增长58.4% 根据推算 中国内地全年的汽车出口量 在今年将跃居全球第一 凤凰卫视 霍卫卫卫 周明亮 北京报道 再来看两个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股市震荡下跌 年末厂内资金较为谨慎 压抑两市走势 户指收盘下跌0.68% 深层指则下跌1.07% 盘面上看 零化工概念股历史大涨 军工半导体等板块跌幅区前 台湾股市大涨 市场憧憬 美联储降息和企业获利展望正面 带动加权指数 收盘上升0.83% 创去年3月3号以来新高 至于香港股市 则因圣诞假期休市 香港1.4天圣诞假期 26号结束 各口岸迎来了入境返程高峰 香港入境处预计 26号单日经陆路口岸 入境人次将达到62.65千人次 圣诞假期最后一日 根据香港入境处数字 截至26日下午4点 各口岸共有超过46万人次出入境 入境方面有超过21万人次 最多人经罗湖口岸 其次分别是机场及港珠澳大桥等 出境方面有超过24万人次 最多人经机场出境 其次分别是罗湖及洛马州支县等 在香港国际机场 迎来大批市民返港 准备第二天上班 想问一下假期期间去哪里玩 台湾 即吸引你去台湾玩什么 大小朋友去看不同的东西 这个假期之间去了哪里玩 去了几周岛 韩国几周岛 因为就是想感受一下冬天的那种气氛 然后正好已经很久没有出去玩了 所以就出去转了一圈 在港珠澳大桥方面 香港运输署预计从下午稍晚时段开始进入高峰时段 将有较多跨境旅客及车辆使用港珠澳大桥回港 有香港市民表示过去几日带孩子前往了珠海的主题乐园 游玩三天两夜 体验感良好 好玩 多人 多数都香港人 要玩圣诞节 OK 因为我们买投票的 走地加买铺飞 加两天入园 都OK的价钱 而在高铁西九龙站 也有大批市民陆续返港 而在另一边的离境大堂 也有不少旅客排队等候上车 香港入境处早前估计 26号是入境高峰期 预计经陆路入境人次 将达到62万6千人次 方卫视综合报道 圣诞假期也有不少旅客前往澳门 澳门治安景公布的数据显示 25号圣诞节入境的旅客人数 达到10万8千人次 由导游团体指 今年以来澳门出现一些 以文化为主题的半天团 对团队游来说 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圣诞假期来临 不少外地旅客抵达澳门 感受节日氛围 但有当地导游表示 虽然当地景点气氛热闹 但旅行团报名的旅客较少 这个假期也只接了一个 内地旅游团 大团都是比较少 今个月的团量是比较少 酒店贵 酒店贵变成自由行的客户 会多些 但是如果是团队的房间就少一些 因为其实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的 假期的时候团少 平时团多 自今年开始 澳门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文化旅行团 多数是前往大学 博物馆等景点 客源以年轻人或是有孩子的家庭为主 业内认为 这种新颖的团体游很有发展空间 今年圣诞节多了很多 是什么呢 本天团 那些本天团是什么呢 就是酒店 在酒店收自由行的客户 就是一些文化的旅游来的 例如是要去到澳门大学 或者是有些是要去到这个九澳村 以前是没有这样东西的 就是就算有都不多 但是今年来很显著 这本天团多了很多 就是有需求了 导游协会也指出 部分航线如澳门到印尼的纸航刚复航 相信明年的旅游业情况会更理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新年达成时事直冲车 2023年12月26日 我是李科夫 我是田头 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 平安 你是因为 drink staff的 我可以干吗 你也是 你要干吗 我可以给台方 我想你 你而不是 你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